地震是怎么形成的 地震一直是人类恐惧又无法攻克的难题 难以预测 难以防范 难以救援 灾后难以恢复 种种难题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对于地震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地震是怎么形成的 地震分为构造地震 火山地震 陷落地震和诱发地震 当地球内部积累的能量使岩层无法承受时 岩层就会发生断裂或者错位 积累的能量也会释放出来 并以地震波的形式向四面八方传播 就这样地震就形成了 而火山地震是由于地下深处大量岩浆损失 来不及补充 从而出现空洞 引起岩层断裂而形成的 陷落地震是因为地下溶洞或矿山采空区的陷落 引起的局部地震 诱发地震也叫人工地震 这由于人工爆破 矿山开采 军事施工及地下核实验等引起的地震